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慕子猫玩室 我是道理 我是TWICE的Beast Box系列小恐龙DL 最新配色 樱花登场 那两款在包装上还是能看出很多的差别的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拆封 看好我们的粉红DL到底是什么素质吧 可以看到里头这个背景板呢 也是把以前这种富有科技感的黑色 换成了淡紫色这种温和的色调 开盒之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了 樱花DL身上有一种非常淡淡的香味 而且小时候肯定是闻到过这种味的 非常熟悉 再加上这种樱花的这种配色呢 一下就让我联想到我上学的时候 小女孩用的那种粉色的铅笔盒啊 圆珠笔啊 书包啊这种东西啊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哪个女孩身上的味道啊 那这就是秘密 有点羞耻啊 咱们回到玩具 主体下颜白配粉色的这种设计呢 给我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啊 咱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腿部是放了一些这种小香包的 那股让人怀气的味道呢就是来自于这里 如果说你要买变形玩具送给女孩的话 我个人感觉主流的变形玩具 无论是设计还是玩法呢 都偏向男性一些啊 妹子们可能连看都不看一眼的 但是樱花Dial这种讨女孩喜欢的配色 加上简单的变形 同时玩具的尺寸呢又比较小 感觉算是一个不错的能安丽妹子入坑的玩具了 相比于之前的霓虹版呢 这个是显得更加精致了啊 因为这款整个有种这种甜甜的糖果的感觉 如果把它放在女孩的梳妆台跟香水啊 手加油啊这种化妆品相搭配的话 我感觉效果应该是不错 这次呢也是修复了霓虹版的一些问题 这个看过前几期Beastbox系列的朋友应该知道 霓虹版的手是特别的松啊 然后这个头呢是略微有点松 那最新的樱花版呢也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那关于发售方面呢 樱花版会在9月9号全国的popmark首发上市 而且会在王府景店呢举办一场首发活动啊 现场会抽出10位幸运玩家获得机动战队版 那线上的购买方式呢就是关注玩Toys这个玩蛋 玩蛋去服务号啊就是微信公众号 那这个服务号呢有线上扭蛋的功能啊 非常有意思 马上呢会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咱们总结一下 那因为我既不是妹子我也并没有成功找来妹子 所以说我只能以我的这个角度呢去评价这款玩具了 那姑娘们会不会喜欢这款玩具呢 我确实无从考证 反正光顾这个popmark的妹子是不少我觉得啊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 真正打动我的是这款怀旧的香味 那这款樱花Dial算是比较稀有的一个款了 因为购买方式暂时只有我刚才说的两种啊 而且玩蛋去采用的是这种抽扭蛋的方式啊 那到底怎么抽呢 我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好了我们先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进去进去后可以看它底下有三个这个选项啊 一个个人中心玩家必读 还有一个是这个开始扭蛋 我们直接就开始扭蛋就行了 好进入到这个开始扭蛋这个页面之后 有点像一个APP可以看出来啊 我们可以点一下签到 这签到我看 你看它每天都有什么奖励啊 什么三天七天十四天的都有这个对应的奖励 然后它这个其实 看没有得了一个满二百可用的满二百底十四的这么一个券 昨天签到好像是三块还是几块也忘了 哎呦 变错了 它这个其实还是有福利的啊 你首次注册的时候是送你十五块钱的这个叫带金券 我们看一下啊 优惠是在优惠券里吧 你看哎在这看没有 你首次注册它会送你一个十五块钱带金券 看没有满零可用啊 就是说这个十五块钱就相当于送你了 然后你可以就是随便扭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有没有低于十五块钱的 它这个扭蛋就跟咱们平时玩的扭蛋机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瓦呢 然后它扭你扭开这东西它会通过快递优给你 还有零到八元九到十六元 然后点开九到十六元 还有这道T2次精灵宝可梦的一个东西 好多呀低于十五块钱的 哎这个 工厂橡皮枪 哎十五 正好是十五 来我们扭一个这个啊 你可以看它上面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扭一次 然后试一试 扭十次扭三次 哎这你试一试什么意思 哦这试一试没有用 不管它 我们直接开始扭啊 哎点错了 三 二 一 一 解决的 咳 晏 赢了一个再版的四号 橡皮枪 十厘米 不知道是不是能打子弹的 b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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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那个人感觉这个小扭蛋机也算是 给新用户是一个小小的福利吧 但是只不过你虽然是免费 抽是免费的 东西是免费的 但是油费是需要你自己付一下的 好 那么这一期呢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 拜拜